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点可以显示电池 CPU 风扇耳机等状态信息 第三点就是显示天气 时间 第四点 等等 等等的等等 下面咱们来仔细地看一下它的实际效果 最左边这个ESC键 长按可以直接退出这个TouchBar配置 点这里就可以恢复 左边这个是APP 里面可以添加一些自己经常使用的APP 如果长按的话可以打开放达 下面这一块是音乐播放的部分 单击一下可以直接打开Music 可以上下切换这个歌曲 我这里只有两首歌 所以只能切换两首 点击播放和暂停都是可以的 下面是CPU GPU内存电池的温度 这一块如果只要是CPU的温度大于50的话 整个这些字体会变成粉色 如果是CPU的温度大于80 整个这个字体的颜色都会变成红色 这一块是天气 还有风速 就是当前的温度 以及当前的风速 单击一下的话 可以看到未来七天的天气 最低温度最高温度 这一块是耳机连接和断开的部分 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设置 由于我没有AirPods 所以没法演示 这个是可以显示耳机电量的 这个是隔空投送 下面这部分是亮度调节部分 后面是静音和有声音 按一下就直接静音了 比较适合紧急情况 这个键是睡眠 点一下电脑自动进入睡眠状态 这个充电的电量 以及可用的电池的时间 是可以变化的 可以看一下这里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池信息的详细变态情况 首先这是 我设置了只要小于30 它整个就会变成红色 下面是可用时间 电池的可用时间 当它是30%的时候 它是白色的 掉到29%就会自动变红 这里是90%电量的情况下 还有还可以使用9个小时51分钟 这是100%电量的情况 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也是一种100%状态的情况 它是还没有获取到电池的剩余可用时间 就是充电状态下 如果是29%的电量甚至更低的话 它会是红色的字 一旦到30%它会变白 这个是充满电的情况下 会不显示电池的可用时间 这个是 看一下 单击温度这里 可以看到CPU使用了27% 没有使用的内存是2G 使用的 你叫什么 硬盘容量94G 这边是风扇 这里有两个风扇的转速 关于一些详细的电池信息 可以通过长按电池这部分 可以看到 这个是电池循环 一千分之第40次 这是当前的电池容量 这是最大电池容量 这是设计的电池容量 这里是电池的温度 精确到了小数点 看一下 这里还有第二种显示的方式 看你喜欢哪一种 这里我还设置了一种两行的 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 两行显示的 不带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标 也是显示的同样的信息 只不过是分两行 比较短小 上下也能比较对齐 看着挺赏心悦目的 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 下面咱们来介绍一下 长按部分的 都有什么功能 可以长按这个ESC键 退出当前的那个touchbar配置 点击这里又回来了 APP的话 长按可以直接打开放大 这个长按的话 可以直接打开另一款播放软件 都可以自行公改的 这里我设置的是连接一款蓝牙耳机 找到这里可以选择你的蓝牙设备 我这里选的是QRC30 长按的话会断开 单击一下的话会自动连接 然后电池部分长按就是会出现 电池的相关信息 长按部分刷了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手势部分 双指滑动的话 向左滑动是减小音量 向右滑动是增加音量 下面是三指 三指向右滑是增加键盘的背光 三指向左滑是减小键盘的背光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快捷键 按住这两个键可以显示这几种快捷方式 按住这两个键可以直接看到各种表情 按住这两个键可以看到快捷的移动窗口 另外如果按住Shift可以将当前打开的这些APP可以快捷的切换 最后看一下这个彩虹闪烁 可以看到这个P1至P3这部分的彩虹闪烁 这个如果运行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CPU的温度会长的 单条彩虹条闪烁不长CPU温度 这个多一点的话会长的 多开几个 现在是长的 这个P1、P2、P3这是一套 第二套是T1、T2、T3 颜色不太一样 我调了一下 看一下 从这一条开始 我已经听到了风扇的声音 看一下温度 温度没涨 风扇已经开始猛转了 三千多转 是吧 为什么做一个彩虹条呢 有什么意义呢 纯粹是为了好玩 看起来好玩 要实现刚才的那些效果 需要用到的工具有三样 第一个是这款软件 第二样是它的配置 就是我这个配置 名字叫My的配置 第三样 需要安装这个I-Starts 因为刚才的Touchbar上 很多的系统信息 都是通过这个来实现的 最后咱们看一下这个如何安装 找到中端 打开之后 输入这个 将它复制过来 回车 我现在将这个删掉了 下面来正确演示一下这个如何安装 这里显示安装成功就可以了 这个是软件的安装部分 下面看一下 BetterTouchTo的简单的配置 现在我将它删掉 演示一下如何导入 我的那个Touchbar配置 我的那个Touchbar配置被删掉了 这个是连配置 带BetterTouchTo的设置 先都导入进来 是导入就可以了 把这里切换到我的那个 刚开始导入进来的时候 可能会有显示的不全的情况 等待一会儿就可以了 这个我设置的是 60秒运行一次 所以一分钟之后 它会像刚才那么显示 这里可以直接看到 温度如果大于50的话 会变成粉色 温度大于80会变成红色 这里可以直接更改它的颜色 我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三个是我可以更改 就是那个RGB的颜色 可以更改为其他的颜色 比如说我这里改成 这个7去了 为了演示方便 我这里直接改成 每隔一秒 运行一次 不等一分钟了 这里就直接改成了颜色 刚才改的是哪个颜色 这里 如果CPU的温度在50到80之间 会变成这个颜色 我再换烟回去了 小于50 小于等于50的话是白色的 大于80是 这个红色的 也不是特别红 这个颜色 可以自己更改 其他的也差不多就是那么改 那感谢观看 欢迎分享 欢迎订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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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